伟大市民向前骑 武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黄珊珊牵着自行车 与八位民众党台北市议员候选人一起帅气合照 黄珊珊说将在11月6号星期天 举办伟大市民向前骑的单车活动绕行台北各区 这个是我们在礼拜天的时候会从 从我们进行的屋出发 然后我们要环绕一日台北 不是一日北高 一日台北 那我会去到台北市各个行政区 很特别的每一个台北市这八年很重要的政绩 也就是我们新建出来的广司社宅 流行院中心 港前公园 士林市场 然后新北投车站 永乐市场 新中山 北门 然后蒙甲公园 吉应庙 然后东区的东区 还有市政府 也就是我们绕了一大圈 八位民众党台北市议员候选人也会在各自的选区接棒骑脚踏车 与黄珊珊一起带领民众认识台北的进步与改变 那礼拜天的第一站 我们七点钟就要先从我们的进总 然后第一站就会经过大巨蛋 那我觉得大巨蛋呢 跟今天其实刚刚珊珊提到的这个运动的记者会 其实非常有关联 过去算大巨蛋它有非常多的一些争议哦 然后甚至呢 可能大家觉得 为什么它这颗蛋还可以这样不断的孵化出来 还越孵越大 那我必须跟大家报告的是 其实我们在地的居民呢 是非常希望大巨蛋可以赶快落成的 只要它是安全无虞的情况之下 大家当然希望有一个 可以不受到任何的天气气候的影响 我们可以在里面安心打棒球 我们可以在里面有运动竞技的活动 然后甚至有一些大型的展演的空间 这个是大家非常期待的 在北流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遥远望去 过去我们南港最为人诟病 就是所谓的黑箱跟工业城市 但看过去 现在不只是有北流 还有品盖工厂 台北方舟 还有我们的科技跟生技朗袋 我们从南港开始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城市的进步跟进化 再来我们提到的就是所谓的T-Hub T-Hub其实是柯市府上任的第一个BOT案 那它顺利的完成以后 产生了很多的新创跟产业运运的摇览 还有我们的内湖科技园区 其实是大台北里面 资金丰沛 人才汇集 而且加上每年配合台北市政府 做出非常多很好活动的一个 我们的政策 而且重点是刚刚的T-Hub 我们虽然是第一个BOT 但从来没有像过去的前朝政府 有任何的弊案 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内湖南港 跟我们伟大市民起步恭迎 在今年的士林非常的不一样 从今年的二月开始 我们迎来了士林第一场最大的大型活动 叫做台北登节 这也是我在2018年担任官船局局长 我们努力争取 让士林有机会 有这么大的一个大型活动 今年也创下了 实体将近170万的人次 来到士林做消费 那当然除了二月之外 紧接着到八月 北翼开始正式营运 北翼成为了士林新的地标 不只有新的展演活动 更为士林带来了商机 再到十月 我们又迎来了白昼之夜 这一连串在士林的大活动 让士林重新回到国际上 那下午场开始 我们会从新北投火车站这边出发 相信很多朋友在假日的时候 都会选择到七星公园 跟新北投火车站这边来走一走 当然这一条线呢 在旁边我们的北投中继市场 最近也正在市营运当中 有一个崭新的市场 崭新的空间 也希望大家可以到这边 品尝美食逛逛街 当然从新北投开始一路骑到 等一下要交棒的甄鱼手上 这条线也是我们黄山山市长 在整个政策里面规划的 这个首都双轴线光链计划当中的这一环 那这个计划里面有非常大部分 都在士林跟北投的这个区域当中 沿着捷运的下方呢 在高架桥下方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绿郎带的产生 那一路从北投开始 一路走往建坛跟圆山 所以我们也会沿着这个 然后一起来骑成 我从大直接了之后呢 我们第一个会先到我们的永乐市场 其实为什么会选择永乐市场呢 想要跟大家说 在大同区的整个规划 我想要跟大家提一下 我们的大龙新城 大龙新城呢 其实是一直延宕了25年来 过往有四届的首长 他们是不愿意来去做市场改建 以及独更的 所以其实大龙市场呢 是我们第一个海沙屋的公办独更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除了我们的大龙市场 我们的明轮公宅 我们一直到了我们的中山区 未来我们的一兵即将要前建 当然我们要说的 我们最近有一条 很漂亮的一条路线 叫做新中山 所以在我们双连捷运站的一号出口 大家以为只有新中山吗 没有 其实要跟大家说 新中山沿线的市场改建 是山山 一手从他当副市长 第一个 我们把它整建起来 我们把所有的市场摊商 全部整合起来 让大家有一个很好的生活环境 所以真的要邀请大家 在这个礼拜天 跟着我们一起齐程 大家记得 一定记得 八年前市长刚上任 就是把忠孝桥引道给拆除 才有办法把北门重现 那也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台湾国门的意象 那除了国门意象变得很漂亮之外呢 其实周边还有很多 比如说铁道博物馆 比如说我们的三井仓库 那比如说旁边还有邮局 北门邮局 这是一个融合人文 跟景观 然后还有历史的三大元素 最好的一个地方 所以当我们骑着车来到这里 除了可以停下脚步拍美照之外 我们还可以感受当地的人文气息 这是我一直希望能够推广出去 把北门变成是观光客来 它可以感受到台湾温度的地方 除了打卡之外 能够透过这个照片把温度传出去 所以北门广场我们一定要留下来 那当然从北门这边骑一路往西门丁 一路往到我们的万华蒙甲 这一部分呢 其实大家知道西门丁是年轻人 所在的地方它象征活力 象征热情 那到了蒙甲夜市 晚上的时候 我们会选在蒙甲公园 为什么要在这里 这里是当初 珊珊照顾疫情的时候 照顾最深的地方 所以我们这边也会有一个 象征性的这个仪式 就是希望能够打破 所谓被贴标签的破口 因为现在蒙甲已经要翻转 蒙甲已经要起飞 国门打开之后 蒙甲已经越来越多人要来了 我们的集中点是在景美吉英庙 我们真的非常感谢 我们的山丁未来的市长 其实他非常关心 我们景美商圈的一个发展 其实大家都非常地有感 所以我们特别把这边 因为景美吉英庙也是 文山区的一个宗教圣地 也是一个山崎古迹 他有人文 他有景美夜市 景美早市 景美早市夜市 因为是市长管理处跟商业局 还有他们的早市夜市 都各有会长 所以在整个上非常地困难 但是市长阿伯跟珊珊 真的非常地用心一直在协商 解决了很多的问题 我们相信可以看到我们文山区的宗教圣地 当天我们是从我们的和平东路 一直到西深南路 然后再到罗斯福路 那到我们的景中街 那再到我们的景文街 我们的路选 那我们希望说不能够 因为当我们真的非常期待 就是说因为在这险情紧奔 我们真的非常期待就是沿路 给我们换路 我们会从吉英庙开始沿着我们文山区的干道 包含大安区的干道 来到了忠孝东路的四段的楼门广场 那为什么我会选在这边 大概有下面两个意涵 第一个呢大家都知道龙门广场附近是我们台北市东区的一个指标的地点 但是随着之前的这个商圈的西移 还有这个我们这个西区商圈的这个等于说复兴 那整个有非常多的店家 出现一个出走潮 可是在过去的日子里面 在柯P市长 还有我们山山副市长的努力之下 我们非常积极的跟我们东区发展协会的成员们 努力的协调 同时也跟一些暖心的房东 请求他们能够做一个房租降价的动作 再加上在东区这边有一些这个都市更新的一些计划 慢慢的已经实践了 所以东区开始慢慢的翻转 那我希望山山市长 跟我们一起可以在东区挹注更多的一个努力 比方说我们会优化一些步行 或者是骑车的一些车道 然后把一些城市美学带进去 那我想可预见的东区翻转是指日可待的 人住在文山也不太了解北投的状况 甚至没有去过市民 所以我们希望是能够用这样的串联方式 让更多的市民朋友 对于台北市的我们自己住的城市 我们有多一些的认识 伟大市民向前期活动 黄珊珊说 11月6号上午7点 从竞选总部旁的大巨蛋出发 最后将于晚上10点 回到台北市政府前广场 欢迎台北市民 可以各区加入共其一小段 也可以看线上直播 一起来体验台北之美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